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后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宣伤 今天是2月2号,星期二,我是Eric ASS200指数今天大幅上涨1.57%,收盘时报6768点 今天领涨的是一家贷款公司CreditCrop Group 股票代码是CCP,开盘时从29.5的价格暴涨到了33.3 盘中调整后收盘价在32.14. 他们也刚刚公布了21财年上半年的年报 他们在美国市场表现突出,净利润增长稳定 环比来说净利润是翻倍的 而股息方面也宣布了美股配息是0.36刀 此外,Afterpay跟着大盘又回来了 价格来到了146.21,上涨了10.34 换算成百分比是上涨了7.61% 看看它短期内能不能冲上150吧 前段时间上车URW的朋友可能有点难受了 今天下跌6.885%,价格收在了5.14 是今天跌幅最大的股票 贵金属方面,被华尔街赌徒们拉起来的白银价格失去了支撑 现在又回落到了28.4左右的位置 今天黄金的走势也是朝下的 目前的报价在1854美金左右 今天的比特币走势比较温和 波动在500美金左右 目前报价在33860上下 澳洲央行刚刚公布了利率决议 保持是0.1%的利率不变 除此之外,还决定进一步购买1000亿澳元的债券 从4月开始将会以每周50亿澳元的速度购买债券 现在各国都是印钱上瘾 这些刺激政策也将继续支撑经济的复苏 美国1月ISM制造业指数刚刚出炉 跟中国的制造业PMI一样 也是略低于预期的 而今天晚些时候 欧元区的第四季度GDP数据也将公布 财报方面 辉瑞、UPS、埃克森美孚等公司都即将发布公报 各位也可以进一步关注 另外百度也对自己的造车进展发布了声明 他们声称正在组建智能汽车公司 各方面的进展都比较顺利 其实百度造车也是很早以前就开始的事了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看看市场的一个反应 差一个疫情方面的事情 美国疫苗接种人数终于超过了病例人数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希望我们的世界慢慢好起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